社交网站Reddit总裁 轟炸前员工的有问必答 哇塞,这也太猛 某位Reddit前广告设计 天真的认为自己在前公司网站上的有问必答区 大辣辣地讨论前公司和离职的原因是个好主意 被问到为什么离开公司 大卫曼尔说 可能是因为他对公司捐出10%的营收 给慈善团体持反对意见的关系 对此Reddit总裁黄义珊在几小时之后出面澄清 总裁说 尔曼被吵是因为工作能力不佳 在面试的时候乱说话 对外推销Reddit的时候 传达错误的讯息 也不受教 黄义珊最后说 尔曼这场有问必答 已经违反了保密合约的条约 对此尔曼则是没有回应不见踪影 不过最后相名回复的 Oh shit 还真是个好结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